哥哥打吃伯把弟弟包起來 舉高高 兄弟倆玩得超嗨 但這樣的畫面 只能留存在回憶裡 因為哥哥陽性男子 就讀國中時 施打疫苗後 兩個月突然雙腿無力 癱瘓至今已經十六歲 光靠自己躺上床都吃力 坐在輪椅上 雙手支撐接著使力 身體坐好後 才能用手移動雙腳 日常生活上廁所 都要靠家人幫忙 媽媽眼眶泛紅哽咽控訴 申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明明審核結果 兒子癱瘓原因不排除 因為施打疫苗 導致卻只判賠一百五十萬 自從病發後 自己辭職在家照顧 兒子醫療費 心理治療費根本入不敷出 打完流感疫苗後 雙腿癱瘓至今 兩者之間是否有直接關係 目前還無法釐清 但中央審定一百五十萬元 救濟金家屬不滿 還用再提上訴 記者聯名 謝雲珍台中報導 咆嗽 雛 震maz 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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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